靠著一顆子彈成功扭轉整場戰爭 狙擊手小兵力大功 實有所聞 現在國軍更豪雜千萬 為特等射手購買狙擊鏡 藉此培養一千多人的狙擊戰力 國造的T-91步槍就連勞美也愛用 為特等射手增加新裝備 戰力更是如虎添翼 在600到800公尺外就能精準打擊目標 另外台美軍事採購案 今年有三項更已經完成絕標 包括刺針飛彈標準二型飛彈 以及魚雷嚴授案 其中這款可以打帶跑的刺針飛彈 只要單人就能夠攜帶操作 不論陸上海上都能夠具備基本的防空能力 而這些都是不對稱作戰的重要一環 上節目大談兩岸軍事危機 研究2049中共攻台計畫的 美國智庫學者易斯安 雖然評論台海短時間內 還不至於爆發戰爭 但面對共軍頻繁挑釁 該有的準備可一樣都不能少 記者林俊廷 廖世祥 台北報導 總統 總統